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前的表现应该不算太好了 因为有上影线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今天早盘的时候台北股市直接开高 开高快涨了200点 那结果台北股市到中场之后就流了上影线 那刚刚最低是涨17点 现在最起码还有涨60几点 不过再怎么样台北股市现在 也流了100多点的上影线 那各位我们仔细看 最近这个盘你会发现到 像昨天台北股市的时候 盘中的时候跌300多点 结果流了差不多300点的一个下影线 那原本今天台北股市涨得好好的 尤其昨天美国股市还涨 就今天台股市流上影线 怎么搞了一下下影线一下上影线 那为什么这个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各位我们仔细看 其实原因我告诉过你了 但是我倒是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慢慢的有一些重点 我们会慢慢的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做解说 你看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会流上影线 昨天台北股市流300多点的下影线 可是整个外资昨天的空单 他没有补 他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是21000的空单 结果昨天增加快2000口的空单 现在空单是23000 23000多口你看 整个空单又在继续创 近期以来应该这么说了 从1月12号那时候一次26000的空单 到现在为止是创1月12号 1月中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外资的空单会不会再增加呢 这待会我慢慢去做解说 可是我前几天我跟他讲 当你外资的空单增加之后 其实前几次 那时候外资空单再增加的时候 其实都有被台积电去做搭空 所以我说除非台积电这地方在急 除非台积电这个时间点 再去搭外资的空单 否则的话 这种盘你还是要去正视 外资这个空单 如果说台积电没有去把它走搭空的话 那外资这些空单 它一定会对整个指数造成震荡 也会对一些个股造成一些压力 所以这个时间点 你还是要正视一下 整个外资空单增加的一个状况 OK 好 重点是它会不会继续增加 那现在要怎么去看 我们来仔细看 台北股市现在就维持在一个区间 应该也算正常 之前我们跟他讲过 当时台积电快冲签的时候 我说这地方差不多 已经有那种加速赶顶的那个现象 那结果接下来我就说 这地方要开始走区间 对不对 可是你仔细看 昨天美国股市没有继续跌 连这两天 整个费半震荡比较大的 昨天也是首闻月线 是吧 好 那各位 昨天我就跟各位讲过 如果说我们就从整个架构里面来看 其实这里都还不算空头 原因在哪里 你去看 昨天我跟他讲说 辉达在我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 我就说他跌6%多 短短三天大概跌了13.5% 那我说这个时候辉达的位置 大致上在这个地方左右 还没有破 那结果呢 昨天的辉达又涨6%多 所以他目前的位置 差不多是在这个高点的 这个位置区附近 那我就说辉达就在那边维持高档震荡 那现在也没有破线 甚至于他要破这个前低 才能说辉达那个头部出现 所以辉达他便没有走空 对吧 好 那另外一个重点在哪里 现在美国的科技股 也没有让你看到完全破线 尤其前几天的时候 科技股在跌的时候 我就说你注意看 道琼没有跌 S&P400中型指数也没有破前低 没有说因为科技股跌 他破前低 有没有注意看 这是罗素2000的指数也是一样 他没有破前低 那结果呢 昨天科技股在涨的时候呢 反而S&P400的中型指数 他跌了差不多1%多 当然也还没有破前低嘛 就维持一个区间嘛 罗素2000呢 他昨天跌了0.5%嘛 他现在也是维持区间嘛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 只要科技股一涨 什么道琼啦 什么中型股小型股 他就不动 那只要科技股一跌 那反而那些其他的指数呢 他就上涨 所以现在美股 他本身就是维持在一个 区间的一个状况里面 然后呢 并没有任何一个指数 让我们看到去破前低 所以我昨天跟他说 这个时间点 你不能说台北股是空头啊 美股也没走空啊 现在维持一个区间嘛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这个区间啊 到底是强势弱 接下来这才是研判的重点 我是预计啦 照理说应该 大致上还有十个交易日左右 他应该都是走区间 从技术面里面来看 那你说他十个交易日之后呢 好那时候我们再来看 好那时候我们再来看 重点是 在这一段区间的格局里面 我要怎么去做研判 他到底是强势弱 好各位 昨天我节目里面又跟他讲了 到底这个地方的多空是强制弱 你要去看美元跟油价 有没有美元跟油价 好我们来仔细看 美元现在要维持在这里 我跟你讲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维持在一个短多 只是这个短多还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攻击 所以维持在这个时间点 对不对 那我跟他说过 如果说美元过强的话 他如果去挑战106.5的话 我跟你讲 那个时间点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一定会对股市 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最近外资为什么空单一路增加 因为就美元涨起来了 好美元涨起来 当然目前美元 还没有让我们看到攻击的走势嘛 所以现在大致上就维持在短多 维持一个区间嘛 是不是 那接下来就要注意 美元不可以太强 那第二个重点在哪里 油价好我们来看 同样的油价也是一样 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涨一趴嘛 然后呢到今天为止呢 到昨天的时候呢 他又跌下来 现在也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 所以他现在整个军价 跟5月份差不多 所以我说这个时间 后面还要再陆续去观察 油价的变化 因为他关系到整个CPI 会不会就是通膨了 会不会出现增温的现象 所以你现在从这两个来看 他现在维持短多还没攻击嘛 他现在维持区间嘛 也没有明显的攻击嘛 对不对 所以股市就是维持区间 好股市就是维持区间 那我们刚刚说 我预计大概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 好所以呢 台股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震荡盘会延续 可是呢这个震荡盘 我说不管你怎么去走 我一直跟他讲 有一个关键 你不要去接到最后一半 我会跟他讲啊 现在以轮动为主嘛 你避免去当最后一只老鼠 但你要去避免当最后一只老鼠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你就不要去乱追高啊 是吧 像最近这几天啊 台北股市指数在走震荡啊 可是你注意看啊 很多个股到这个时间点 我说句实话 有些股票到目前为止 真的一堆人是接到最后一半 你们看啊 离前地只差30块 而且这些股票到这个时间点 融资是从那个跌下来的时候 开始一路增加嘛 代表说 很多人一直在低接 低接 低接啊 接到现在为止呢 还在等啊 如果震荡大一点的话 搞不好会破前例啊 是不是 所以呢我就说嘛 你不要去接到最后一半 OK 好 那不接最后一半要怎么做 我就跟他说过啊 这个时间点 你要去看啊 你是要坐轿还是抬轿 如果说有些个股的位阶 过高的时候啊 我是借你 这些股票你就不要碰 因为最近这种盘 这种震荡盘 你就会发现到啊 很多个股真的忽涨忽敌 你看啊 很多股票就这样子啊 上个礼拜看起来 好像有机会要走攻击啊 结果今天又跌下了 你看这几天连续三天跌下了 这种忽涨忽跌的股票 很多个股就维持在这样子啊 是不是 我就说有些个股涨上来 如果你去乱追的话 很容易追到高点嘛 你看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 忽涨忽跌啊 是不是 所以呢我就说 有些股票啊 暂时就不要乱追 可是呢 你现在要去掌握这个盘 还是多头的架构里 那你要去赚他的钱 我就说嘛 你去抓低档 准备做价的股票 可以让你做价的股票 好那什么叫做低档 可以让你做价的股票 我们来仔细看啊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股票 几乎都是这么住 我也跟他讲过说 重盘你看到 每天都有涨的股票 我也是那些 每天涨的股票 每天都有人讲 跌下来股票都不见 我说怎么可能说 涨的都是你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有些个股在高档的时候 你就暂时先避开 尤其这种震荡盘 到这个时间点 你会发现到 很多个股跟你互涨互跌 如果说耗在 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昨天有跟他讲过 一个重点 你盘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可以破线 对不对 那时候我跟他讲 很多个股 维持在这个区间 这也代表说 4月份之后 如果说你去做什么双红的 其实你也讨不到 到什么便宜啊 到现在为止就维持区间嘛 那这区间你不可以破线哦 对不对 有些个股就这样子啊 你看有些股票都这样 到今年以来 你看那个易龙店 几乎从今年2月份开始 就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了 你去买到这种个股的话 除非每次最低点都你买 可能会开一点空间啊 否则你知道 看到他涨你去追 到现在为止 我就说嘛 他只是维持区间而已啊 不可以破线哦 如果一破线的话 很多个股哦 你要预防说 会不会像这些股票一样 当初买在高档区啊 懂我意思啊 所以我们要避开嘛 我说这个时间流 我们这样 这种盘 我就是不当最后一棒 可是我要赚钱要怎么赚 你注意看啊 买低档的个股 什么叫买低档的股票 当初六月十四号跟你讲政党 二十四块多 对不对 当天先拉嘛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过 有些个股还没有动之前 你先把成本压低 然后呢 他六月十四号那天一上来之后 我就说已经来到警线位置区嘛 再涨就是继续供啊 是不是 结果呢 有没有继续涨 有吧 那你向回头来看嘛 我有说错吗 我有说错吗 那时候成本是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区啊 是吧 那我问你嘛 如果说你把你的成本压低 你怎么去接最后一半 不可能啊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去掌握那种 你去抓那种啊 已经涨一大段的股票 你反而预防什么 它会不会高档破线啊 是不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波很多个股 来到今年的时候啊 你现在回头来看 其实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空间了 是吧 好那再仔细看 怎么样把你的成本压低 你注意看 当初的联宇也是一样嘛 低档买完之后也开始往上冲啊 6月4号的时候那时候有低点 我跟他讲说你先进港买 是不是 好你再注意看 这些个股其实都有一个特色啦 就是说底部先打出来 当你底部打出来 如果你筹码是稳定的话 有些股票他一定会走轮道 所以那时候我跟各位讲过加金嘛 那时候我就说你周线大底完成啊 当你大底完成的时候 你先把成本压低嘛 压低完之后呢 还是让你看到再创新高啊 是吧 那像这样的个股 我说我们所有个股几乎都是这么做 结果再创新高啊 我问你怎么去接最后一半 而且我们的操作是有买有卖啊 当你有在低档买进 拉高之后呢 反正我们就慢慢等获利就好了 是不是 而不是说有些个股等你去拉高之后 你拼命去追 结果一跌下来现在怎么办 我只有一句话我就说不要接最后一棒 有些个股来到之前呢 千万不可以破线 现在这一类型的个股现在很多 是不是 所以我说在这种震荡盘势里面 个股上面啊 有些股票它可能是维持区间做头 但是有些个股呢 它反而是从底部 它会开始去走轮涨 我问你什么 好那举例来看嘛 你去看嘛 上礼拜我跟各位讲过一档啊 杨明光嘛 你看啊 6月17号还没有动的时候我叫你买啊 你一定买得到 你会觉得很奇怪啊 很多股票都是那个快涨停叫你追 你去追看看啊 这种重量盘开始啊 很多个股在这地方已经开始 有些股票一拉高就卖 最近很多股押都这样子啊 是不是 好那你要去追你去追嘛 但是呢我们就把成本压低啊 结果你会发现啊 低档买完之后已经开始慢慢往上勾嘛 就算你稍微震荡一下 昨天还在继续往上涨嘛 对不对 像今天3504的杨明光 今天还在创新高啊 还在创新高啊 是吧 但是当初你把成本压低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没有问题啊 你怎么可能去接最后一半 这样讲 我不知道你们认同 那我就跟他讲说 到这个时间你去思考 你到底是要坐轿还是要抬轿啊 如果说你过度的去帮 去做一些追价的动作 你一直把你的成本去垫高 我就说过 当你的成本过度垫高的时候 股价只要稍微一有震荡 我们就是在等几套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先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抓到 接下来要轮动的个股 你把你成本压低啊 只要一涨上去你都是赚钱 而且有些个股 这地方啊 有的时候应该这么说 因为这个盘开始走震荡了 那你有些个股可能轮动会太快 没有关系 轮动快我们就先做短线 但是有些个股如果说筹码非常稳定 它还是有波段了 什么意思 你去看 到今天为止你就会发现 台股走震荡 肩涨最多是什么 生计啊 对不对 很合理啊 因为当你在震荡盘你一定量缩嘛 当你在量缩的格局里面呢 对于那些比较大型的个股就比较不利 所以我说有些大型的股票 尤其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它维持区间的话 要注意千万不可以破线 OK好 所以你不用去抓那些股票 当初我们在6月3号跟你讲长江四点 86块 我在6月4号的时候 我跟他讲过了 那时候在LINEX里面也跟他讲 那时候已经开始起涨了 6月3号买 6月4号我跟你说 这里已经开始有起涨讯号了 结果你看一个波段 成本在这里 什么追 没有什么好追的啊 走势走到这个时间点大家都怕说 这里面盘会不会涨多了 它会不会开始出现拉回 我这里会不会去接高 可是你就看盘就在那边走震荡 你又想赚 怎么赚 总不能说每次涨上去你再来追吧 所以我说我们尽量把成本压低嘛 对不对 像这类型的个股 当时也跟各位讲过成德 结果股价也是一个波段出来 你们再仔细看嘛 这两天跟各位讲过的啊 唐莲啊 第一档买完之后就上去了 这两天呢 再创高嘛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生技的个股 当盘是维持区间的时候 对于一些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它会比较有利 所以呢 我今天在Lite S里面我就说了 接下来 生技股到底是不是持续在 继续在往上攻 注意一下 合一嘛 打底打很久了 有没有 那合一上的话 中天呢 也有机会啊 只要这两档个股继续在往上攻 能够占上整个季线的话 我跟你讲啦 整个生技的个股 有些低档的股票 它继续往上涨 就是说 你要怎么去抓这个市场的轮动 如果说每次那个低档 你都抓不到 然后每次一定要等到涨上来之后 你还拼命去追 没关系啦 你就追看看了 搞不好还有高点了 搞不好你追的就是高点 你去赌这个东西嘛 但是我说 你不需要嘛 因为你资金只有一套 当你资金只有一套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这个时间点 你不可能持股一堆啊 当你一堆股票你都去追高 然后你也买不多 然后呢就在那边高档震荡 结果造成很多股票在那边等解套 我就说嘛 那盘就不能大震荡了 关键两点嘛 一个油价跟一个美元嘛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 这两个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攻击 可是它目前这两个 都是维持在一个短脱的里面 所以呢 指数现在也只能先走区间嘛 对不对 那我说嘛 这大致上应该还有大概10个交易日左右 是维持区间的 10个交易日之后的事 我们再倒是后再来说 可是呢 我就说啊 你要想办法 在这种震荡盘里面去抓到轮斗 你才能够赚的比较多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你措施了这些低档买能够拉高的股票 你措施了这些低档买能够拉高的股票 我建议你啦 接下来还有一档 其实这档个股我们之前在六月上旬 快中旬的时候我有跟各位讲过 同样也是属于周线大底完成的个股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只要它一突破颈线 后面就是走一个波段 所以呢 在目前还在那种底部在那边走震荡的时候呢 我建议你 先把你的成本先去做压低 这样的操作 你就没有什么接最后一帮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说到这个时间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我建议各位 与其你去乱追高 你要不要稍微换一下方式 因为盘走到这个时间点 已经开始走震荡了 那这种震荡盘一定很多个股呢 它不一定会跟上大盘的脚步 所以呢反而有些个股呢 在这个时间点 位阶过高的 它反而是有风险 你现在只能把它转过来 转到哪里 转到位阶偏低的股票 后面的空间 它才会比较大 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认同我们的方式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服务你到年底 还有大致上 那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嘛 对不对 那用50%服务到年底的方式 就是我不增加你的负担 甚至于你手上的个股该怎么做 我们再帮你去做调整 好不好 所以呢认同的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温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为站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最近指数的走势 你会发现怎么高 震荡那么大 昨天是开低走高 留300点的下引线 那结果呢 台北股是今天一开高的时候呢 又中场之后又流上引线 所以到目前为止 就维持在一个区间盘里面 这种区间盘 目前都还是多头 可是呢会造成这种震荡比较大的原因 我都跟他讲过 我说你还是要正视一下啦 因为外资的空单还在持续增加啦 除非你台积电走攻击 去走嘎空 如果你台积电没有去走攻击 去把它空单去做嘎空的话 我跟你讲这些空单啊 它一定还会发生效应 所以说不管对指数呢 或者是对个股 一定还会有震荡 所以我说 目前维持在一个震荡盘里面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 到这个时间点你要坐轿 还是要抬轿 如果过度去追加的话 我就说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让自己去追到最后一棒 那你要让自己不去接到最后一棒 只有一个方式啊 什么方式 小妈妈坐轿啊 什么叫坐轿 小妈妈在这个盘里面啊 不是说涨上来的时候你再去追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刚刚就说过很多个股到这个时间 你会发现啊 其实将近这两三个月的时间 不止三个月三四个月的时间啊 很多股票几乎都是维持在一个区间啊 你没发现这些个股到目前为止 几乎都是维持在一个区间啊 那有些股票呢 而且这种区间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现你看那AI相关的个股 伪创在1月中之后 到2月初的时候有高点 到现在为止没有了 是不是 那可见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啊 都已经在高点了 去接最后一半 所以我就说这个时间点 要特别留意 多头是还在 但问题是它最主要是走轮动 那这个轮动的方式呢 我们去抓什么 抓低档准备要上来的个股 像政党 到今天为止还在创新高啊 当初这个地方跟你讲的啊 是不是 这些个股一样嘛 低档买完它开始走高啊 这些个股一样嘛 低档买完又创新高啊 这些个股一样嘛 低档买完创新高嘛 很多股票到这个时间点 你会发现啊 低档买完之后呢 到今天为止也是在创新高啊 是不是在创新高 然后呢 除了电子类股之外呢 我说有一些筹码稳的生技股 也稍微留意一下 到目前为止都有机会走波段 对不对 都有机会再走波段 只是说你的成本在哪里的问题 所以呢 接下来后面要准备走轮动型的个股 我帮你准备好了 重点是要赶快先去卡位 想办法让自己去做教好不好 那如果说到这个盘式里面 指数开始震荡大 如果说这个地方呢 很多个股你就在高档那边等解套的 我建议你赶快让我检视一下好不好 那你认同的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服务你到年底 OK 我们明天见 拜拜 邱正元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路诈骗猖獗 当用萧村元老师照片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及开课费用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不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雇公司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女士 女士 言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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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鞋 李美分了 好多 不是 不是 冬萨 我是你老婆 你累了吗 我 保力达 满牛 真的 真的 会强 真的 保力达 满牛 金 鲍鱼 空流水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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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我不要得肠病毒 完全免消毒可能会肠肠病毒 我不要得肠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抱我 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实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